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要带你看看 欧洲太空总组的木星冰月探测器 4月14号发射成功 展开8年的木星卫星探测任务 将会前往太阳系当中最大的行星木星 探测木星的三个卫星 包括有木卫2、木卫3以及木卫4 而这档任务最让人惊艳的就是要尝试围绕木卫3 这也是人类的太空探测器 所持绕到月球以外的天然卫星 2、1、Go 倒数结束火箭直直冲向天际 欧洲太空总组耗资17.7亿美元 打造的木星冰月探测器又称为果汁Juice 4月14号在巴蜀贵亚纳搭上亚利安5号火箭升空 在发射28分钟后成功与运载火箭分离 接下来果汁探测器将展开为期八年的星际旅程 要在内太阳星绕行并借着金星跟地球的引力将它抛向木星 预计2031年就能抵达目的地木星系统 这次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探测意大利天文学家 且利略在17世纪利用小型望远镜发现的木星卫星 探测目标包含木卫2、木卫3跟木卫4 最后会绕行木卫3甘尼米德 如果成功将会是人类 太空探测器使上首次绕到月球以外的天然卫星 木星的天然卫星多达95颗是目前太阳系中最多卫星的行星 这些围绕木星运转的卫星当中 体积最大的就是木卫3 它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卫星 比水星还要大绕行木星转一圈 大约需要7天时间 因为寻找外星生命或者生命可能存在的地方 一直是科学家近几年很有兴趣的问题 不管你去找西外的行星系统 或者在太阳系里面找类似地球的环境 都是我们很想要去发掘的 那木卫3的重点在于两个 一个是它有地壳下面有海洋 是有液态水的存在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有类似地球的 自己产生的磁场 过去的研究显示 木卫3表面主要由岩石与水滨组成 而前列月号更进一步发现 木卫3表面有其他的有机与无机成分存在 最低人讶异的发现是 木卫3表面上约150公里处有海洋 而且厚度估计达100公里 这样的表面上海洋被认为有机会孕育生命 1970年代才发现的 原来地球的表面之下 深层之下 一公里 两公里 三公里之下 发觉它有生命 那这种叫做地底下的生物圈 现在如果我们算一算 把它的质量加起来 虽然它是微生物 可是它 因为它很多很多 它质量现在比我们 树木 动物加起来还要多 所以当这个公告之后 我们做太空的科学家就很兴奋了 我们发觉原来 原来那个地下还有生物圈 那全在 尤其是液态水存在的地方不多 就目前除了地球之外 那就只有在木卫2 木卫3 木卫4 其实我们都是以地球 生命的形式为发展 来想象说可能的生命存在在哪里 那水对地球很重要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液态水 生命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水很重要 而木卫3另一个独特之处 在它也是太阳系中 唯一拥有磁场的卫星 这是继地球与水星后 太阳系内第三个 具有固体表面 且存在磁场的天体 从木卫3的结构来看 科学家推测 在木卫3的内部 除了有一层海洋 而在海洋上方与下方 各有一层冰层 就如同三米之一般 内部构造中 还有流动的金属内核 如同发电机模式一样 透过电流不断流动 进而产生磁场 以地球来讲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个磁场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 每天在照射X1的后果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磁场的话 这些太阳粒子 就会穿越到地球内部来 那这些粒子是对生命有害的 所以这个磁场 其实对地球的生命保护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太空人 他在那个太空窗里头 生活好好的 有的时候他要在外面活动的时候 在太空里头 他就要算表 你在外面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只有太空衣保护他 他一天到晚受到 这种所谓很高能的滇质离子 叫宇宙四边打他 那他就会 他的本身的组织 就会受到伤害 透过果汁探测器 拜访神秘的木卫3 不只能做更详细的探索 又望替人类寻找 地球之外的生命可能性 展开新的篇章